人的一生都活在撒旦泉下 没有一个人能自己摆脱撒旦的权势 都活在污秽的世界之中 活在败坏之中 活在虚空之中 毫无一点意义 毫无一点意义 毫无一点价值 都为肉体 为情欲 为撒旦这样无忧无虑地活着 没有一点生存的价值 人若不经过洁净 都是属污秽的 若不经神的保守 看顾 仍旧是撒旦的俘虏 若不经过审判刑罚 人更没法摆脱撒旦 这黑暗权势的压制 就你所表现的败坏性情 所活出的那些悖逆行为 足可以证明 你还活在撒旦的权下 你的心思 意念 不经过捷径 你的性情 不经过审判刑罚 你的权人 仍在撒旦的权下掌握 你的心思 受撒旦的控制 你的意念 受撒旦的摆弄 你的权人 都掌握在撒旦的手中 撒旦用银河力 来控制人的思想 让人的思想 持向着银河力 为银利奋斗 为银利吃苦 为银利忍辱负重 为银利牺牲自己的一切 为银利做出任何的判断 或者决定 这样撒旦就给人 带上了一个无形的枷锁 这个枷锁 带在人身上 人没有能力去挣脱 也没有勇气去挣脱 不知不觉的 人在带着枷锁的情况下 一步一步 艰难地往前走 为着这个银河力 人类就远离神 被抬神 就变得越来越邪恶 就这样 一代又一代的人 被毁在了撒旦的 明和力当中 阿们 阿们 结合神的话 我交通点自己的经历吧 好 一年前啊 我被选为教会带领 临到这个托付 我知道这是神的恩待和高抬 我就按立心志 一定要好好追求真理 尽好本分 接下来我就忙于教会工作 临到南处 我就依靠神仰望神 也和同工们一块商量 寻求真理解决 一段时间后 教会各方面的工作果效 也都有了一些起色 我从心里感谢神的带领 感谢神 不久呢 教会又补选移民带领 没想到 竟然是几年前 和我一起陪她 尽本分的夏姊妹 夏姊妹 她信神时间短 生命精力浅一些 以前我们俩在一起 尽本分的时候 她遇到一些难处啊 问题啊 还都是我帮她解决呢 那这回我们俩 又一起尽本分了 我就觉得 我肯定还会比她强 有一次刚回到家 我就看到夏姊妹 给我的留言 她说 承熙教会有个组长 做不了实际工作 需要撤换 还有一些实际问题 急需解决 让我尽快去协助工作 我就琢磨着 看来在姊妹心里 我的工作能力 还是比她强 既然姊妹这么高看我 那我可得好好做 可不能丢丑 我这心里啊 是越想越没 到聚会时 我就发现 夏姊妹了解工作有细节 交通真理有层次 还很实际 我心里就一惊 这几年不见 她长期可真是不小啊 别以为我比她强 工作上很多事 我得多指导她呢 这么看来 她一点也不逊色呀 我这心里就很不是滋味 眼看着夏姊妹要占主导了 那我也得让丁子妹 看看我的实力呀 我是半点都不敢松陷 挖空心思的我就琢磨 我怎么交通 才让交通彼此没好 结果 交通的事干干巴巴 连我自己也觉得 一点享受没有 面子也没了 心里还很失落 自从这以后 我总是深不由己地 和夏姊妹去比 有一次聚会 夏姊妹了解完 弟兄姊妹的情形 就找出了 鲜光的神话 还结合自己的 实际经历在交通 我就看到弟兄姊妹 是边听边连连点头 有的还往本上做笔记 有的还说 这下我们可有路途了 看到这些啊 我是又羡慕又忌妒 就想啥呢 那我也得赶紧交通点啥呀 怎么也不能显得 自己太差劲吧 可是我越这么想吧 我就越交通不出来事 心里头 还就对姊妹产生了成见 心想 那你就不能少交通点吗 这该交通都让你交通完了 我这不是笼字的耳朵 成百事了吗 不行 我也得交通交通 好挽回我的颜面 我就趁着夏姊妹 喝水的功夫 赶紧往前挪挪板凳 我就开始交通 本想着交通好点啊 可我成了嘴不当家呀 交通是前言不达后语 当我看到弟兄姊妹 异样的眼光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 原来我自己交通跑题了 当时浑身那个不自在 真恨不得找我弟缝钻进去 太丢人现眼了 本来我是想露露脸 谁成想 落得这么难堪 那真是露多大脸 陷多大眼 我这心里头 就开始埋怨神 怎么光开启姊妹 不开启我呢 这样下去 这样弟兄姊妹怎么看我呀 我越这么想吧 我心里就越难受 就想逃避这个环境 也不想跟姊妹配搭了 记得有一次聚会时 有两个姊妹情形不好 夏姊妹交通完呢 也没见好转 我不但没配搭着交通 反而还想 这下弟兄姊妹 看她也解决不了问题 就不会高看她 小看我了 那段时间 我完全活在了 和夏姊妹的攀比中 营里的情形 是越来越黑暗 聚会交通神话 我也没有亮光 看到弟兄姊妹的难处问题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晚上还早早就打瞌睡 即便是我尽着本分 也是强承着 心里是越来越痛苦 我就只有向神祷告 求神拯救我 灵修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一段神的话 一涉及到地位 脸面 名誉 每一个人的心 都蠢蠢欲动 总想出头 总想出名 总想露脸 不想让 总想争 争还不好意思 在神家不心争 不争还不甘心 看谁出头 就嫉妒 就恨 就觉得不公平 为什么我出不了头 为什么总让他出面 为什么总也轮不到我 就有点怨气 自己想克制 还克制不了 跟神祷告祷告 能好一段时间 过后一临到这类事 还胜不过去 这是不是 身量又小的表现 人陷在这些情形里 这是不是网络 这是撒旦 败坏本性 对人的捆绑 神的话 点透了我的情形 一下子 收到我心里去了 我反省自己 为什么我活得这么苦 这么累呢 根源就是 我的名利地位心太重 性情太狂妄了 回想我刚开始 尽这个本分的时候 当工作有点果效 得到弟兄姊妹的高看时 我就活在了自我心上里 还把自己当成了人才 这次跟夏姊妹配搭 看到她比我强 我就嫉妒 不服 还处处和姊妹攀比 比不过呢 我就消极 埋怨 甚至拿本分出去 看到姊妹没有解决 弟兄姊妹的情形 我不但没配搭着交通 反而还袖手旁观 幸灾乐祸 还巴不得姊妹能丢丑 我这哪是在尽本分呢 我身为教会带领 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丝毫不考虑教会工作 也不考虑弟兄姊妹的难处 有没有解决 就光想着 我怎么才能高居人上 我真是太自私卑鄙 太诡诈了 我被名利地位冲碰了头脑 宁可弟兄姊妹的难处 得不到解决 教会工作受亏损 我也要维护自己的脸面地位 我这不是吃里扒外吗 哪配尽这么重要的本分 真是让神恶心验证 想到这儿 我就赶紧来到神面前祷告悔改 求神带领我 摆脱名利地位的孔王 后来我又看到了一段神的话 做事别总为自己 别总考虑自己的利益 别考虑自己的地位 脸面 名誉 别考虑人的利益 先考虑神家的利益 把神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应体贴神的心意 先考虑自己的本分 有没有掺杂 尽没尽上忠心 尽没尽上责任 尽没尽上权力 是不是全身心地 为你的本分 为神家的工作着想 你得考虑这些 常考虑这些 你就容易尽好本分了 阿们 读了神的话 我心里一下子就亮它了 也有路了 要想摆脱名利地位的捆绑 首先自己的心得摆对 阿们 多把心思用在神的托付上 心能体贴神的心意 得想着我怎么做 才能把本分解好 感谢神 心里面正面东西多了 像名利地位 胸脸面 这些反面东西 也就好放下一些了 可不是 其实想想呢 人看我好 并不代表神称取我 人看我不好 也不代表神不拯救我 关键是看我对神的态度 看我能不能实行真理 尽好本分 感谢神的开启 扭转了我错明的追求观点 我不愿意再和姊妹攀比了 我只愿意尽好我一个 受到知福的本分 来满足神 接下来呀 我就有意识地祷告神 把心用在尽本分上 聚会交通的时候 我就带着负担 认真地去听弟兄姊妹的交通 当发现有哪些问题时 我就用心去揣摩 然后也找出相关的神话 还结合自己的实际经历去交通 同时我也从佩达姊妹身上 吸取她的长处 补足自己的缺少 这样实行啊 我就感觉轻松释放 情形也好了很多 我从心里特别感谢神 可是这个名利地位 在我心里扎根太深了 一临到合适的环境 我这个撒旦本性 就又被显明了 记得有一次 我要到一个小组里面 去处理问题 我刚要走 夏子妹就说 那个小组里面的问题 有些复杂 她要和我一起去 听她这么一说 我那个高相劲 一下子就没了 心想 就你能解决问题 非那你出头啊 你当了带领的面 这么说啥意思呀 这不是有意在打我的脸吗 当时我心里就特别难受 虽然最后还是我自己去了 可是我这心里头堵得慌 一路上我都在埋怨夏子妹 结果我居然连聚会家都找不到了 只好原路返回 我心里就特别消沉 我就这么不中庸 连个聚会家都找不到 就让带领怎么看我呀 这回啊 我这脸可丢大了 回来后看到姊妹们 我也不想跟她们说话 第二天 我和夏子妹又分头到教会里面 去落实几项工作 我这个心啊 就又开始有了波动 心想啊 是英雄就是好汉呢 咱们国校上比比看 随后我就紧螺密鼓地 下到教会里面去落实工作 我又是交通 又是主妇的 心想啊 这回我可是下了大功夫了 肯定有国校随着 准能超过夏子妹 后来去同工会时 我发现我进本分的国校 居然是最差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当时我就彻底失望了 我觉得我怎么努力 我也超过夏子妹了 那段时间 当看到姊妹回来晚了 带领关心她 我就觉得我被冷落了 心里头就嫉妒姊妹 看到姊妹哪哪都比我强 又得到带领的重视 我就觉得我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 就想啊 我做教会带领 还不如回乔组聚会呢 那儿还有弟兄姊妹高看我 拥护我 我是宁愿在那儿当鸡头 我也不愿在这儿当凤尾 我心里面的怨气啊 是一个劲儿地往外冒 就特别抵触这个环境 还巴不得自己能早点离开这儿 我的情形是越来越不好 对佩达的姊妹 更是满了嫉妒怨恨 总觉得就是因为有了她 才显不出来我 还想着啊 这样是她尽本分 能出个什么差错 被调换就好了 因为我一直活在这种 争名夺利的情形当中 丝毫都没有去反省自己 不久 神的责答管教就临到了我 有一次 我约了几个带领去聚会 没见到人不说 回来的路上 我的车胎还被扎了 紧接着 我的腰就痛得直不起来 是又酸又脏 疼痛难忍 到最后 我居然连本分都进不上了 这时我就想到神的话说 今天要求你们能和谐地配搭 就像耶和华 要求以色列敏侍奉他一样 否则就停止你们的侍奉 阿们 我害怕了 难道神要取定我尽百分的机会 后来我又看到了一段神的话 你越争越黑暗 越争 嫉妒的心越大 恨的心越大 你就越想得 越想得 越得不着 越得不着 你越恨 越恨 你里面越黑暗 越黑暗 你越进不好本分 越进不好本分 就越不能用你 这就是连带的恶性循环 你活在这样的情形当中 总进不好本分 慢慢就被淘汰了 神眼里的话语 让我感到恐惧战惊 我感受到神的公义性情 不容人触犯 特别是看到神的话说 你活在这样的情形当中 总进不好本分 慢慢就被淘汰了 我就感觉自己已经围在旦夕 紧接着 我又听到佩达姊妹说 现在教会各方面的工作果效 都在往下滑 愁的姊妹还直掉眼泪 这时我又想到带领解剖我们 没有和谐配搭的实质 就是在打岔 拆毁脚老神家工作 我不敢再往下想了 就赶紧来到神面前 祷告寻求 为什么我明明知道 追求名利地位 嫉妒人 这些不合神的心意 可我还是神没有己的 去追求这些邪恶的东西呢 是 后来我又看到了一段神的话 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吧 好 撒旦用明和力来控制人的思想 让人的思想只想着明和力 为明利奋斗 为明利吃苦 为明利忍辱负重 为明利牺牲自己的一切 为明利做出任何的判断 或者决定 这样 撒旦就给人带上了一个 无形的枷锁 这个枷锁 带在人身上 人没有能力去挣脱 也没有勇气去挣脱 不知不觉的 人在带着枷锁的情况下 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走 为了这个明和力 人类就远离神 背叛神 就变得越来越邪恶 就这样 一代又一代的人 被毁在了撒旦的明和力当中 那现在看 撒旦这样做 他的险恶用心可不可恨 也可能你们今天 还看不透撒旦的险恶用心 因为你们觉得 如果人离开了明和力 就没有人生了 如果人离开了明和力 就看不到前面的方向了 看不到目标了 前途就黑暗了 暗淡无光了 阿们 在神话语的揭示下 我找到了问题的根源 我总是身不由己地追求名利地位 就是因为我从小接受了学校的教育 与社会的熏陶 撒旦那些哲学谬论 早就已经深深地重在我心里了 就像 人不为己 天出地面 出人投地 光宗耀族 一山不容二虎 什么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还有那个 人过流明 艳过流生 我把这些东西 当成了治理名言 当做人生的追求目标了 不管是在社会上 还是在神家 我都追求让人高看 不管是在哪个人群中 我都想围守 都想让人围着转 觉得这样活着才有意义 本来我的素质也不咋样 也没啥过人之处 但就是不愿干居人下 看到哪个人比我强呢 我心里就不是滋味 就身不由己地 跟人争 跟人比 是想着烦的 要超过人家 比不过呢 我就嫉妒 就恨 就怨天尤人 活得真是苦不堪言 我这才看到 追求名利地位 根本就不是正道 越追求名利地位 性情就越狂妄 心胸就越狭窄 本性就越来越自私 恶毒 没有一点人样 再看看人家夏姊妹 尽本分用心求知 交通真理有亮光 还能解决 弟兄姊妹的实际难处 这对人 对教会工作 都有益处 这是多好的事 这也是让神心 得安慰的事 是 而我呢 却小度极长 既嫌度能 总认为是他抢了我的风头 就对人有成见 还巴不得他进不好本分 被撤换 看到我的心地啊 真是太恶毒了 神希望能看到 有更多的人追求真理 能体贴神的心意 能进好本分来满足神 而我呢 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利地位 却容不下这样的弟兄姊妹 还对人嫉妒排斥 这不是在与神唱反调 与神对着干嘛 这不是在打岔脚耳神家工作吗 这跟魔鬼撒旦 又有什么区别 再看看共产党的那些官员吧 为了名利地位 搞派系斗争 是不择手段地打压异己 铲除政敌 镇压人民 真是不知做了多少恶 害死多少人呢 最后我唠的是身败名裂 死了还得下地狱遭惩罚 那他们为啥 最后唠的这么个下场呢 不就是他们把名利地位 看得高于一切吗 再看看我的表现吧 虽然没他们那么严重 但是跟他们一样 都是在凭着撒旦的哲学法则活着 流露的性情呢 都是狂妄自大 自私卑鄙 诡诈恶毒 活出的都是鬼性 没有一点人痒 怎能不叫神恶心验证呢 今天我临到这样的择打管教 正是神的公义性情临到 更是神对我的拯救 认识到这些 我赶紧向神祷告 我说神啊 以往我不追求真理 光想着追求名利地位 被撒旦语弄败坏 活得人不认鬼不鬼的 当我失去名利地位时 我都不想尽本分了 差点背叛你 神啊 我愿意向你悔改 我愿意追求真理 与姊妹和谐配搭 脚踏实地地尽好本分 来满足你 是 之后我就跟夏子妹敞开亮相 解脱了我这段时间 是怎么争命夺利与她攀比的 并且让她监督帮助我 后来我们俩再一起 配搭近百分就好多了 虽然有时候 我还会流落争命夺利 但是我很快就能意识到 这是撒旦性情出来了 我又想到 这样下去的性质和后果 我就赶紧跟人祷告 有意识地把心收回来 认真地去听姊妹交通 取长不短 当发现姊妹有哪儿没有交通道的 我就赶紧配搭着交通 就想着 我怎么能够把真理交通明白 让丁佑姊妹更得益处 这样的聚会啊 大家都感觉果效挺好的 我自己也觉得有了一些收获 心灵里得释放 平安踏实 就像神话说的 你能尽上自己的责任 尽上自己的义务与本分 放下私欲 放下自己的存心 动静 体贴神的心意 把神的利益 神家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 这样经历一段时间 你就觉得这样做人好 活得光明磊弱 不是卑鄙小人 活得不是窝囊 龌龊 卑鄙 而是光明正大 这是人该活出的形象 是人该做的 阿们 是 我深深地体会到 凭神的话活着 真好 阿们 我能有这点变化 都是神的审判刑法 对付管教 达到的果效啊 阿们 我真实地感受到 神的审判刑法 对人都是拯救 都是爱 阿们 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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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